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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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竟还能不能再现当年的奇迹 刘邦韩信在九宫不下的情况下 便想出了另一条计策 他们从汉军中选出了不少会唱出地民歌的人 一到夜深人静的时候 就派他们在靠近储君营地的地方 唱思乡内容的民谣 听到歌声的储君 以为自己的家乡已经落入汉军手里 军心动摇纷纷逃窜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四面楚歌 而打不散的江东子弟兵 却被几支小曲唱散了 此时 项羽纵有跋山之力 也在南挽回士兵的归心四箭 唯一注意到项羽此刻情绪变化的 只有身边的鱼姬 项羽的目光落在了他心爱的鱼姬身上 鱼姬明白 他一生追随的英雄 已经到了穷途末路 这个长期跟随项羽沙场奔波的女人 此刻能为自己的意中人做些什么呢 天天天空 天天大楼 阿姨 阿姨 天天 其实我觉得他这个自杀的事情 已经早就想好了吧 他已经早就做好了这样的一个决定了 我觉得他就是霸王如果战死 他也不会自己活着 那么霸王如果要是再冲出去的话 他也不愿意变成他的累赘 那既然死我就死给你的面前 那么就永远是你的人 我是你的 眼看着子弟兵一个接一个的离开他 心情沉重的项羽开始起身在仗中饮酒 曾经经历大小七十二圣的西楚霸王项羽 第一次感到无路可走 面对此情此景 霸王没有怒发冲关 他看着眼前低头徘徊的乌锥马 看着惆怅满载的鱼鸡 这位曾经在战场上横扫千军的热血男儿 慷慷悲歌 叫逆把山西 岂盖世 实不立即追不实 追不知其可奈何 于心于心奈若何 于鸡于鸡 奈若何 这句话就可以证明 就是他对于鸡的这样一种 非常深厚的建筑爱情 项羽你这首唱的歌是什么影响 我会影响 是不是会怀疑 会担心 我一旦被怀疑无声道 我一旦没有人能够护卫 你会被刘邦 如走 这便是司马迁在史记中描述的 被后世所千古传颂的该下歌 项羽无意识地将鱼鸡与剑马同列 既担心他们的安危 更担心他们落入敌手 听着项羽反复地吟唱 在无限悲凉慷慨的气氛中 鱼鸡创然拔剑起舞 一边含泪特唱 汉滨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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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 今晚与其敬余 天飞火燎 善恨 我不会去跟随别人 因为胜负的原因 跟随别人去享受 或者荣华之贵 或者接受别人的领悟 你可以像爱惜你的宝马一样 爱惜我 我也可以像你的宝马一样 誓死跟随你 霸王那个时候一定是 我觉得很无奈的吧 于基从他的角度 他也是因为理解了霸王的无奈 所以最后他也唱出了 这几句就是劝慰霸王 他在劝霸王 让他离开 是为了成全他们的爱情 这一舞成了他们的诀别 项羽的一声光彩照人 使他身边所有的人都为之识色 只是在这一瞬间 他被鱼姬身上的光滑所掩盖 这是令天地动容的一瞬 被恒久的定格在后世人的心里 分量远重于四百年的大汗江山 酒鬼老坛赋予香 提示您精彩继续 是什么让鱼姬和项羽最终都选择了自问而死 为什么今天会有两个鱼姬墓的存在 请收看探索发现正在播出的两集纪录片 美人鱼姬下集 司马迁在史记中着重描写了霸王别姬这一幕 成为像于本季篇章中最高潮的段落 为什么司马迁会在史记中强调这样一个段落 史记是中国第一部记转体通史 本记本应是为帝王将相列的转 但是司马迁却意外地为项羽立了个本记 司马迁这个举动不断遭到后世的批评 很多人认为项羽只是一个过渡时期的人物 没有建立朝代也不算是一个真正的帝王 不值得为其立本记 这是从项羽的实际地位 如果从时间记载的言语性来看 秦朝灭亡到汉朝统一这一个时段 不能出现空白 能揭去这个历史前行性呢 自然而然呢 是项羽的 近年来 一些史学工作者提出一个新的观点 公元前二零六年 秦帝国灭亡 公元前二零二年 汉刘邦击败项羽统领天下 从秦到汉 这中间出现了五年 既不属于秦朝 也不属于汉朝的断代期 于是 有的史学研究者 开始提出一个全新的历史概念 西楚时代 楚汉之战的 这四年当中实际上就是一个西楚时代 那么他的主角呢 这样是项羽 因为在那时候应该说 刘刚呢 好多人认为还只是一个配音 就是项羽的西楚五年 这是一个时间是项羽的 那么所以说 项羽是成功的 成功不过这个王朝 时间短一些吧 这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梅兰芳与武生泰斗杨小楼 在上海出演金剧霸王别姬的照片 当时的上海滩 只要梅派霸王别姬的海报撇出 便会在戏迷之中引起轰动 但是当年 这出戏 却出现过一个小插曲 本来戏中主角应该是 杨小楼饰演的霸王 他的名字也被排在了鱼姬扮演者梅兰芳的前面 但是 在实际演出过程中 霸王别姬一场戏 梅兰芳所饰演的鱼姬出神入化 让观众入戏太深 鱼姬自问后 往往还没等到霸王的乌江大战开始 观众们 纷纷哭着起堂离坐 霸王杨小楼也干脆不上台 一出霸王别姬演成了 姬别霸王 直到现在 根据霸王别姬 演到鱼姬自问 也不再继续 事实上 司马迁在史记《项羽本记》中 并没有提到美人鱼姬的自问 究竟是谁为鱼姬添上了自问的结局 一夕慷慨悲歌之后 项羽带领八百勇士 趁着月色悄然行动 一夕慷慨悲歌之后 尽管刘邦的几十万大军 将该下战场围得密不透风 项羽还是率领着他的子弟兵 杀出了重围 直到第二天天亮 汉军才发现 项羽已经突出了包围权 刘邦得到这个消息后 吓出了一身冷汗 马上命名冠英率五千金兵追击 司马迁在项羽本记 没有提到此时美人鱼姬的去向 他有没有可能跟随项羽在突围的队伍当中呢 今天的安徽地图上 沿着该下战场一路向南 有不少地名因项羽和羽姬而得名 我们将这些地名串联起来 发现他们与司马迁记载的项羽南池突围的路线完全吻合 在这些地名的背后 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 是否能反映当年项羽突围的情景呢 带着这些疑问 我们决定沿着地图的标注 重走项羽突围路 再现两千年来 这段英雄美人的传奇故事 安徽陵地县城内 有一个叫巴黎铺的村庄 巴黎是霸王离开的意思 这里距离该下古战场近三十余里 在当地的民间传说中 项羽与鱼鸡背隔后 鱼鸡并没有在项羽的军杖中自杀 而是和项羽一起参与了突围 但是突围到这个地方时 鱼鸡觉得自己拖累了项羽 便在项羽的马背上自吻而死 悲痛欲绝的项羽 狠狠抛弃了鱼鸡的尸体 继续南下 而项羽离开鱼鸡的地方 便被后人称为霸离铺 只讲到离开了 还会有鬼来的过来 因这个名称 我觉得这个地方人啊 太测诶 也太人厚 因那个霸离铺 也不是什么人不再来 只是一个腻 一天吧 酒鬼老坛赋予项羽 提示您精彩继续 是什么让鱼鸡和项羽 最终都选择了自吻而死 为什么今天会有两个鱼鸡墓的存在 请收看探索发现正在播出的两集纪录片 美人鱼鸡 下集 当霸王寒泪抛弃鱼鸡尸体离开之后 来不及突围的储兵 将鱼鸡尸体移葬于霸离浦东一公里处 并以较高规格修筑起了鱼鸡墓 之后 人们将鱼鸡下葬时所在的村庄改名为鱼鸡村 这两处自得名以来 两千年间沿袭不变 但是 在向与南下的突围路线上 并不止留地一座鱼鸡墓 在安徽定远县的池河北岸 有一座高大的封土 当地人称为 街鱼墩 据说是鱼鸡又以安葬之处 宋代诗人苏诗 曾经有礼道次评调 文件孤坟残阳 却不见当年霸王盛起 曾为鱼鸡赋诗一首 帐下佳人 室泪痕 门前壮士 气如云 仓皇不负 君王义 独有余姬 与正君 可是 为什么在这距离并不远的地方会出现两座鱼鸡墓 灵地和定远的鱼鸡墓 哪一个是真的 鱼鸡到底葬在哪里 唐朝礼泰阔地之中对定远鱼鸡墓有这样的记载 鱼鸡墓 在豪州定远县南六十里 称其 项羽美人种也 尾宋 原封九日之中也写道 因临城 项羽迷到于此 盖鱼鸡死索 这些古书典籍中 明确指出定远的鱼鸡墓 颇有来头 不仅如此 在灵地鱼鸡墓旁一座古代墓碑上 也明确记载 定远之南销亦鸡墓 彼藏鸡首 死藏鸡神 假如依照碑文所说 灵地鱼鸡墓葬的是鱼鸡的尸身 而定远鱼鸡墓 安葬的是鱼鸡的头 那在鱼鸡自闻后 和项羽突围的路上 究竟又发生过什么 鱼鸡死后 又怎么会伸手异处呢 难道鱼鸡是被人杀死的吗 这也许记载 这个呢也很难考证 说项羽啊伤心欲绝啊 竟然斩下了鱼鸡头颅 带着鱼鸡头颅 带着鱼鸡头颅 没有什么可不挂念的了 鱼鸡此的目的啊 也本期认为了项羽没有牵挂 项羽带着鱼鸡头颅继续突围 列渡淮河一路驰骋 此时 一通出来的八百精兵 只剩一百余人了 他们到达阴陵地界 也就是今天的并远境内 由于天降大雾 项羽和他的骑士们 在迷雾中 误入一片沼泽之中 就在这时 汉将冠营的人马追上来了 史记中 并没有讲项羽在殷陵是否与汉军机战 但我们可以从司马迁的描写中 感受到当时战况的激烈 因灵之战结束后 项羽随从有一百多人 骤减到二十八人 伤亡惨重 此时的项羽为了不使鱼鸡头颅落入汉军 匆忙用剑挖出个小坑 边哭泣边埋葬了鱼鸡头颅 这座鱼鸡墓便是今天安徽定远的 街鱼墩 而灵地藏鸡身 定远藏鸡头的传说 也似乎有了合理的解释 千百年来 鱼鸡墓上生长一种不知名的草 叶子一出来就是红色 无风自动 好似美人翩翩起舞 人们纷纷传言 这是鱼鸡金城所画 给它起了个美丽的名字 叫鱼美人草 两千年间 无数文学家 剧作家 总是用包含深情的笔触 记录项羽鸡这段生离死别的爱情 不知多少人为此神伤 为此落泪 它之所以能敲动人们心坎 让大家觉得 这故事非常令人着迷的原因 是因为它表达了 传统时代里面对爱情的一种 非常美好的想象 那个想象是什么 就是有一个人愿意 因为爱我而死 就这么简单 最终我所想表达的就是一个男人 一个女人 对男人的总结 男人盖世那么不明 女人一生只为情 到了最后 其实来讲就是说呢 谁对谁错 我们都不要去问去了 谁让我们今天走到这样的一个地步 也不要去问去了 只有我们两个人的这样的一种炙热的爱 就是说 就唯独剩下的就是说 这样的一种爱 相濡以沫 却厌倦到老 相望江湖 却怀念到苦 今天的年轻人在议论爱情归宿时 都会把自己的命运 带入一个多项选择题中 无数人在感慨最美好的东西 总是在失情以后才能体会 所以说我想在这样一个时代里面 一方面每个人都有自由跟自主 另外一方面我们在这里面又感觉到很孤独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看到像雨姬城这么单纯的故事 一个人为了他爱的人而牺牲这样故事的时候 当然可能会让很多人觉得这个很美 在霸王跟雨姬的爱情故事当中 寄出了一代一代人 渴望遇到真心人 渴望两个人的 是真正的登对的那样的一个心态 渴望延续的精神气 就是那种真的良心相许 英雄美人 现代人 渐渐不知生死相许的滋味 那些曾经沧海南北水的爱情童话 那种早已久违的两情弱势久常识 又起在朝朝暮暮的爱情领悟 只能从《项羽鸡》的故事中重新找回 舞台上的南征北战 攻城掠地 演进了英雄美人一生的悲欢离合 却依旧改变不了这个故事的悲剧收尾 美人鱼姬 为让英雄能够突围 挥剑自尽 以身殉情 而英雄项羽在爱人逝去之时 已无意再争天下 自吻乌江 可是 一直在南下突围的项羽 究竟是怎样一步一步走向乌乌江的呢 《九鬼老坛》 《复语香》 提示您精彩继续 2012年3月12日 一头东华白海 由内河国道深入位在旦夕 请收看《探索发现》 等就东华白海的上司 其实 项羽在定远埋葬了鱼姬桃炉后 便已经意识到自己的时间不多了 司马迁在《史记》中 浓墨重彩地记载了 项羽的最后一场激战 《东城快战》 他带领身边 仅剩的28骑跑到了东城 被围困在一座山头上 在这种情况下 身边的战士觉得有点灰心 项羽看着这些战士们丢了士气 便对他们说了一番话 这是天王我 就是他是认为 要相信天命 天王我 并不是我这个战 之罪 这是他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前提 一个出发点 就是他既然天王我的话 那么我的天命到死 那我就应该死 虽然他们只有28个人了 但还是无所畏惧的 向汉军数千人的部队 发动了冲锋 这是项羽人生中 打的最后一场痛快仗 杀汉军数百人 储军只损失了两人 可是 这里离乌江已经不远了 当项羽与他的26个人 来到乌江边的时候 项羽知道自己不能再往前 也没办法再往前了 这时 得到消息的乌江亭长驾船赶来 对项羽说了一番话 那么老平常见到项羽之后啊 就说了 说什么 说大王 你呀 赶快走吧 在江东还有方圆千亿的土地 还有几十万人 过去啊足以成王的 照亮你西出霸王的威风 凭掌一席话 激起项羽心中千般涟漪 得知西楚并没有实现 一种哀伤悲凉的情绪 不由涌上心头 鱼羽岂不是白白死去 此时 项羽环顾四周 面对着身边最后的二十六期 想到自乌中起兵 率八千子弟渡过乌江 自己身经大小数百战 生平杀敌无数 又何曾想过 会落到今天这般绝境 三年前 鸿沟之盟 他以为终于可以带着鱼姬 一同回到故土 如今 故土就在眼前 他却不愿向前 面对乌江亭长的好意 项羽笑了 并说出了那句世人皆知的话 无言见江东父老 鱼羽自闻殉情 是为了让项羽顺理突围 东山再起 可是 此时此刻 项羽为什么要放弃 这生的希望呢 有一种呢 对待别人负责任的此度 那么也有一种呢 就是自我单单的此度 就是我用死 来承担我的失败 而不是 以成功为唯一标准 他有一种呢 伦理道德上的自律 他也觉得自觉 无言见江东父老 可能如果鱼羽在他身边的时候 他会为了这个人 为了他们共同的理想 去奋斗 但他不在了 他也就是这所有的雄心壮志 都不过是一棚妄图 项羽下了马 又带兵 徒步向汉军 发起最后一次冲锋 然后 举箭字文 一雪冲天 这是公元前二零二年 鱼姬和项羽 一个落寞于淮北荒种 一个遗恨于乌江故渡 西方对手降雨良才 两人两相跟对 并且呢互相付出 你想 鱼姬自文在前 霸王自文在前 这个就是一个很天秘的呼应 盖下战场 霸黎铺 鱼姬 鱼姬 上马铺 鱼墩 东城 五江 从 该下被割 到乌江化痕 这串长长的地名 连接起了鱼姬血剑汛琴 和项羽江畔字文 更连接起一条 穿越两千年的感情线 曾经的楚汉风云 已经在沧海桑田的起落中原去 只有这英雄美人的故事 到今天还令人挂念 两千年前 司马迁在史记中 让鱼姬短暂出场 但他的影响 却一直传递到今天 两千年后 虽然英雄美人 已经退场 但他们的真情大义 却在岁月中 积累成文化与情感的厚度 无论时光怎么流转 这段荡气回肠的练曲 在人们心中 将永不落幕